欢迎收看新一期的东游记 我们今天又来到了长岛 长岛我们曾经多次的报道 这个地方优美的居住环境 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长岛也是以豪宅著称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 长岛的一个新的社区 Old Westbury 我们今天要拍一栋真正意义的豪宅 不过我们还要拍一栋真正意义的豪宅 还是要会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潘琳 潘琳你好 你好你好 现在可以握手了 对不对 现在整个疫情可以说是完全平稳了 整个纽约都开放了 所以今天天气又那么好 真的是一个看豪宅的一个好机会 的确 蓝天白云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豪宅就在Old Westbury 你知道Old Westbury是全美国第二富裕的小镇 第二富裕的小镇 对对对 人均说又有64万了 哇 所以这个真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社区 对对 而且你看它这个地势 这个房子的地势很高 坐北朝南 这个都是我们中国人很讲究的好的风水的一个标志 我确实看到 你看周围确实也有很多的豪宅 但是很像地势比它低 它这个很像是在这一块是最高的 它也是不是在这个Old Westbury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对它也是中心后面有一个还有一个跑马场非常就后面都靠着跑马场对对而且学校也很好是不是那所以整个这栋豪宅我看这个气派啊真的是气度飞凡它整个战地面积有多大呃一共有两一亩整个战地面积两一亩所以你看前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对后院还有游泳池 一共有七个卧房六点五套厕所OK那这一套面积是多少建筑面积有一万一千多尺一万一千多尺对对很大好非常期待来看一下对对里面什么都有 来全东西来哇怎么样不错吧对非常有欧式的这种豪宅的风味对不对对对就是一般的长导的豪宅都是双坯 双客厅双餐厅再加上地下室这些酒窖呀家庭影院嗯还有电梯是所以我进来看这个房子本身来讲装修也非常的时尚现代化所以它的年代建造的年代是哪一年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他建造年代可能倒是快快十来年但是就是说保养的非常好就是因为业主他不在这里没怎么住嗯所以一直像新的一样全新一样嗯 你该说到这个在这边的豪宅的标配双厅双客厅双餐厅那这里面的面积要够大是不是够大一块一千尺所以你带我看一下怎么一个双厅吧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客厅吗我们理解对这是客厅一般客厅就是说稍微有点距离的客人就就在这边招待 然后这边呢这个厅呢就是跟家里亲密一点的叫family room哦是这样子的一个双厅对对看电视一般这个客厅呢就会跟早这边的餐厅连在一起连在一块所以这边更多的是家庭或者亲密的朋友亲密的朋友在这边相聚 这边这边是一些客人来或者是一些商务上面的啊OK所以这个就是双客厅的概念对双厅虽然连在一起对是而且我发现两个厅全部都有壁炉对对不对而且壁炉它的壁炉很好打理是那个guest的OK 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油烟烟的东西对对不用你劈柴生活什么的嗯嗯哇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厅的一个概念对嗯而且你看上面这个天花吧环绕印象啊对环绕印象已经全部做好了是不是嗯环绕印象好那我们就这样子沿着走过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餐厅了对对这个这个呢一般就是family自己用的餐厅 哦哦我们也可以教它早餐厅也行嗯嗯这这种餐厅因为自己用的就是为了方便为主所以是和厨房对和厨房连在一起嗯再看看这个厨房对哇这也是一个超大的厨房嗯而且你看这个counter中央操作台这个操作台是应该我见过在长岛最大的一个操作台这个应该全部是大理石的你看非常厚度非常厚 嗯这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嗯你可以看它这都是意大利进口的电器miller嗯这些对是嗯两个洗手台一个这边一个这边嗯还有你看它的这个炉罩这个炉罩我是见过应该是两个在一块的它这个超大的对烧烤的六个炉头强力的抽油烟机对对这应该是外溪式的对抽出去的嗯 你看它的设计很合理哦所以流血型的过来这边的counter对这个一个这边是一个酒柜酒柜你看客人来菜从这边进入这个正式的餐厅所以这个又是正式的餐厅所以就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对它就是布局很合理对你看整个是一个流动型的对一边是客人的餐厅对对对对接待来客人可以在这边就餐对对对然后整个的家庭是在后面的这个这个 这个区隔开了对对而且它呢它这个有个电梯它旁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佣人房也好皇母房也好的单边呢这边上一楼或者是如果有老人家一起住的话一楼有个套吧所以你刚才又有两个信息一个是嗯这座豪宅里面居然有安电梯对对有电梯同时还会有比如说工作人员也好或者管家也好的他的客房就在这个餐厅的旁边对对 所以你先给我指一下这个那这个这个是这个是客人用的这个是卫生间卫生间卫生间对这是卫生间的卫生间都是很严严大方嗯那这个是电梯哦这个电梯这个电梯基本上只是走三楼走下面走上面就三层三层但是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话来讲那这个就是非常方便对对对主人腿脚不便可以做你嗯对 对所以这个都考虑到了对那这个确实来讲从豪宅的配置来讲的话不仅是双厅嗯如果有电梯的配置那更是豪宅了这边是个衣帽间客人来放衣帽间这个出口去到地下室是ok嗯所以整个来讲这边还有一个中空的一个挑高的一个庭院双层的嗯超大的水晶灯对呀这些细节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精致嗯你看成东这个楼梯也也做得非常非常不错 那个油料对很圆润是嗯而且它是这种弧线的蜿蜒的这种上去很有设计感对而且它楼梯的这家也宽嗯这样走呢是是是对对对对这些都是细节对你看这个楼梯的这个位置啊嗯也是在一边风水上也好嗯哇这边看下去真的是好气派的 嗯嗯嗯嗯嗯 所以叛临二楼的区域肯定就是起居式的一个空间对对 那这边来说的话我们来卧室区我们算算有几个卧室好不好对 就来说说你猜猜有几个呢你刚才有说是六个还是七个对不对嗯对对所以我们这边这边来讲应该是主卧了吧对这个是主卧嗯主卧有壁炉 你看这边哦主卧也有壁炉 对 应该再装一个吊灯的 对 留个新主的来装 是 应该能够有雕花的 嗯 很新 自己单独控制的这个温度和空调 自己单独控制的 所以这个房间是自己有温度控制的 再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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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衣帽间 是不是像Department Store的衣帽间 对 我觉得这边可以做一个卧室 对 但它只是做一个衣帽间 所以这边进来就是浴室 它的卫生间 对 你看 而且卫生间是有这么好的一个风景 对 而且它分成两个 这边是一个 这边卫生间 这边是一个淋浴间 对 然后找了 然后这边是换西方 对 两个双 对 男主女主人 是 化妆台 嗯 而且我看到它这个上面也装了指定调 它有 它这个既有那个地暖的 哦 这个有地暖的 对 你看 这边是有控制的 对 对 嗯 对 嗯 而且这个浴室贴的这个墙子 对 都很好 对 都很好 对 对 然后是看后院的这个绿草 嗯 这个房间的view好 你看 那个游泳池 小镜 后面就是跑马场 哦 这些树都是櫻花树 很美 很美 春天的这种 嗯 现在夏天 嗯 篮球架 这边都能看到 嗯 是 所以这边它自己带一个卫生间 呃 这个是share的 哦 这个叫跟jill 两个卧室share 就是两个孩子share一个 share一个 对 所以是双门 对 两个双系列 对对 所以这边又是一个卧室 第三个卧室 对 对 每个都属于吊灯 对 衣帽间 每个都配有一个帽间 对 好 一二三 三个了 来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卧室 好 这又来 啊 搓搓 哦 所以这个是自己带的 完整的 对 这个 这个就是 如果家里性别单一的 那一个 对 自己的 是 对对对 两兄弟可以住在那 如果有一个姐姐就住在这 对对 自己享受一个 所以这边是第四个卧室 这边走过来 这个应该是一个 这个是bonus 计算在这个居住面积里头的 但是这个空间可以作为一个 孩子活动的一个空间 对呀 做游戏呀 对对对 孩子们喜欢艺术 做一个画室 或者邀请同学来的时候 在这边做一个project都可以 对对对 空间还是不小的 这空间已经足够大了 所以潘里我们该数了 不是四个卧室吗 应该在楼上不止吧 对楼上是五个 是那个bonus的 那还有一个是在哪 我们该这个说了吗 天呐 像迷宫一样都落兵了 好 这边是一有五个 对这个又更好 你看 这个层高更高 对 然后他还有一个 朱莉尔罗米欧的这个阳牌 Decoration 自己镇中间 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卧室 这个是非常正的 父母最受宠的小孩 我们住在这一家 而且也自己单独的一个卫生间 对对对 经常我们那些小孩子都一看房子 这是我的那是我的 都在争都在讲 对对对对 对 都会挑自己喜欢的 潘里你该说这个豪宅 还有很多应有尽有的功能 这边的功能可不少 是吧 你想看一看 好 我看看有什么 想一想一想 我知道你们可能是住城里的人 猜一猜这是什么 这是不是一个酒窖啊 对 是不是 哇这里面可以藏好多的酒啊 搞得很精致 是对 这个地方真的是让我有点吃惊 这是一个家庭影院 对不对 是 这可以在家里 你看 尤其这个疫情 哇 公共影院了 在家里想看什么 现在那个digital 网上随便买了 对 小朋友来家开party 父母朋友来家 哪怕什么人都不来 自己在家 对啊 几个座位 想看什么 这个比电影院的沙发还要舒服 哦那肯定 这豪宅里的 私人的嘛 私人的就更好 这个空间基本上来讲 和楼上的这个面积 应该是基本上一样的 一样的 还有就是电梯 电梯到这个地方了 对 还有 里面还有好多地方 这有一个落房 这个 对对对 你看 这边有带 哦 有带卫生间 真的是一个套房 这样就出去了 对对对对 这个要么把它做客房 或者家里保姆司机 对对对 可以就下面 是 地方是够大的 绝对是够住的 对 不行打听不 听也多 哦 这边又是一个活动空间 有电视的 对对 你看 这边如果不够的话 可以再搞一个办公室 因为现在不都是一起 对对对 在家里办公吗 是 这边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一个办公室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域 对 又来到户外空间 我先看一看 感觉怎么样 所以这边首先来讲 就是一个停台的一种感觉 平时家人就可以坐在这边晚上 烧烤啊 成凉啊 啤酒 对对对 下面的院子真的是也是够大的 对 这些都是樱花树 那边篮球场 所以那边篮球场也是它的 也是它的 整个绕过去全部都是 对 所以这也用 你看不见邻居 对 是非常私密 你看它没有一个特定的围墙 它就是靠这些树丛 对 就隔开来了 对 非常的天然 就像你自己住在一个大森林的感觉 对不对 住在养巴里头 哦真的是 你不用到江外去 什么去爬山啊 西洋啊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帕琳今天参观了这个豪宅 真的可以说是真正意义的豪宅 因为为什么呢 你几乎能想到的所有的功能 所有的生活的这种享受 它都有 对不对 是 你看这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小动物和你做伴 小兔子 小鹿 小松鼠 是 在长岛来说的话 如果是豪宅 你觉得还缺哪个 它这边有没有缺 酒驾 电梯 全是喜欢它的主人 对 这句话是对了 因为我们看过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曼哈顿的公寓 可能买一个两房三卧的 可能也都要五六百万了 对五六百万 你这个是整个地都属于你的 然后里面的卧室房间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功能 游泳池 对 所以才五百多万 对 但是唯一来讲的话 可能购买着了 还需要考虑一个就是维持成本 对不对 对 长岛 长岛 地税嘛 因为 因为这边是最好的Jerico School 对 顾税要占百分之七十五 七十对 对对 然后这么好的居住环境安全的社区 所以地税一年要十一万 OK 好 不过我们已经在申请打地税了 可以减免一点 但总的来说你要维持这么好的生活 冠军学区 嗯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然后买一个房产 就是刚刚看这个房产本身的价值 还要看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社区 对 然后这个社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资源 对不对 那这些资源来说的话实际上是非常稀缺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是看了这个豪宅以后呢 我还想说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社区的环境去看一下 Old Westbury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社区 对 所以我们等下到社区里面再去考察一下 Old Westbury Garden 对 非常有名 我们参观完豪宅以后呢 现在我们又来到一个大庄园 这个庄园呢 是 是 是 Old Westbury Garden 是一个大的金融大亨和慈善家约翰菲利普斯建造的 那现在也捐给国家作为一个古迹保护单位了对不对 对对 200亿我们现在公众可以买票 买票 除了庄园本身 对 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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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伦别墅 是的 嗯 非常有名 潘霖我们该说那个豪宅的后面就是一个马场就是这边对不对 对对 就是这个 哇 北岸 北岸中心的马场 马场 嗯 然后这个马场呢 平时也可以来这里学马术 你看那些小孩子 我们家老四马上就要在这到这来上五周的夏令营 嗯 对 所以孩子在这边如果上夏令营都会有一个这个项目 对不对 就是马术学的其中之一 还有比如什么翻船啊 游泳啊 对 还有他们好像机器人offer的什么编程 嗯 很多艺术类的 所以就是 非常开心的 就是能够想象到孩子在课业以外的所有的爱好 或者训练这边都有 都可以享受 对 而且还是高质量的 是 所以就是说如果住在啊 这个长岛 住在豪宅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资源 就是周围的这样一些社区的资源 包括马场啊 或者溜冰啊 我看到这边很多孩子是多元的发展 除了课业以外 有很多的一些技能 长岛资源丰富嘛 嗯 然后这边连那个公立学校都是Jericho No.1的公立学校 大学艺术 嗯 所以就是 Old Westbury 它实际上这边来讲 是属于不同的一个学区 我们的豪宅 它画片是画到Jericho高中 排名第一的最好的高中 对对所以这也是它豪宅这个增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不对 对学区法 学区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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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